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叔亮哥 北京时间11月16日 2022年全国跳水冠军赛 第一个比赛日已经结束了较量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女子双人十米淘汰决赛的比赛 由于全文昌和春雨昕刚刚比完跳水世界杯 所以本次的跳水冠军赛 他们俩并未参加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 就是张佳琪和任浩岩组合 现在的张佳琪年龄才只有18岁 而任浩岩年龄才只有16岁 本场比赛 他们俩的最大金融对手 就是任浅和芦苇组合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比赛克州张佳琪和任浩岩 在第一跳的时候完成的还不错 这一条他们得到了48.60分 占据第一的位置 而任浅和芦苇在第一跳的时候 完成的就会稍微逊色一点点 这一条任浅和芦苇得到了46.80分 占据第二的位置 在第二条中张佳琪和任浩岩组续 有着不熟的表现 这一条他们再次得到了48.60分 继续出在第一位 在第三条中张佳琪和任浩岩 就有着非常强眼的表现 这一条他们上演了生同步 得到了71.10分的高峰 继续鼓舞自己第一的位置 而任浅和芦苇在第三跳的同样动作上 就出现了巨大的失误 而这个失误直接让他们和第一名的 张佳琪和任浩岩的差距 一下子就被拉大了 结果随着张佳琪和任浩岩 在第四跳的时候就爆发了 这一条不管是动作同步还是露水 他们俩都做得非常到位 这一条他们俩得到了77.76分的 全场最高峰 继续鼓舞自己第一的位置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在最后跳中张佳琪和任浩岩再次出手完成 这一条他们俩得到了71.04分的高峰 而任浅和芦苇在最后跳中完成的也是有惊无限 这一条他们得到了67.20分 最终张佳琪和任浩岩一总分317.10分 无旋力夺冠 而任浅和芦苇一总分288.57分 最后只获得第三名 而他们和第四名只有0.69分的差距 重大的失误也让他们差点无缘讲牌了 全场一共五条 张佳琪和任浩岩都是顺利完成 并没有出现什么失误 而张佳琪也算是中国跳水梦之队三姐妹中出道最早的 但是陈雨季和全魂昌的表现会更加好一些 只能无奈被刷下来了 这一体现出中国跳水队的竞争有多么激烈 从而也展现出中国跳水队的实力有多么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解余神社 有我大首先吧 我们下一期再会